同学们好,欢迎来到MyCalculators Classroom,在这个影片中,我们会学习Form 1 科学1.1,Science is part of daily life 在这个影片中,我们有四个学习目标。第一,我能够解释科学的定义。第二,我能够解释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。第三,我能够讲述科学领域以及相关的工作。最后,我能够讲述科学的定义。 科技的创新。我们先来理解什么是科学,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。 科学是用来研究和解释自然现象的领域。不过,所有的科学理论都需要通过Systematic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s,系统性的观察与实验。 才能够验证与解释。 虽然很多时候科学很抽象,但是,它其实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好处。 这个影片会举例其中的一些好处。 同学们在之后的课程中,会发现并探讨更多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方便。 首先,科学通过Engineering、工程为我们带来了房屋和高楼大厦,也制造了汽车等等的交通工具。 科技的发展,让我们的通讯Communications可以通过人造卫星Satellites变得更有效和迅速。 农业的进步,通过发明肥料、沙虫剂以及研究种植法,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,才不会导致粮食短缺的问题。 最后,在医学方面,科学家发现了Vaccins,疫苗和Antibiotics,抗生素,能帮助我们控制疾病的感染和减少死亡率。 接着,我们来看科学的领域,以及相关的工作。 科学的领域很多,区分的方式也很多种,有时候分界线也很模糊。 不过,如果以马来西亚的中学学科为标准的话,主要分为Physics、物理、Chemistry、化学以及Biology、生物。 这个影片会指引其中的一部分领域和相关的职业。 因为科技的发展过于迅速,有很多新的领域和职业会出现,所以无法详细列出,同学们可以多留意网络资讯。 首先是Physics。Physics的研究范围包括研究Energy、能量和能量对物质Meta的影响。 Physics又在分出更多的领域,其中包括Pure Physics、Engineering、工程系、Astronomy、天文学和Meteorology、气象学。 第二个领域是Chemistry。 主要探讨的是物质的结构、Structuring。 性质、性质、Properties、成分、Composition和它们之间的作用。 Interactions。 从Chemistry发展出来的领域包括了医学MEDICAL、工业Industrial以及地质学Geology。 相关的工作包括Pharmacist、药剂师、Forensic Scientist、法医、Chemist、化学学家以及Geologist、地质学家。 最后是Biology、生物。 主要探讨的就是生物相关的领域。 MEDICAL、医学、Zoology、动物学、Botani、植物学、Microbiology、微生物学。 这些都是Biology的其中一些领域。 相关的工作就包括了医生、动物学家Zoologist、植物学家Botanist以及微生物学家Microbiologist。 如果同学们想要了解更多,可以在Google搜寻以下的内容。 最后,我们来看Innovation in Technology。 其中一项的科技创新就是电话。 同学们可以看到,从以前水平Size的电话,变成现在的智能手机,甚至是Smart Watch。 另外,测量质量的用具,也从以前的天品,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电子创。 科技的发展是很广泛的,但是为了避免版权的问题,所以这个影片无法放入太多的资料。 相关的资料同学们可以在网上搜寻到。 现代科技的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点,或者我们所说的一个趋势,那就是数字化转型,Digitalization。 简单来说,我们的科技基本上都离不开电子产品,Digital Gadgets和互联网,Internet。 而且,现在的互联网因为AI的出现,还在持续发展中,相信之后又会有不一样的科技的变化了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。如果同学们觉得我的影片对你的学习有帮助,请记得like和subscribe。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,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。